好 今天来看第二场 第二场是四班短途赛事 四班1200米 大二门马尽着时 今次绑了理想阵 开飞三倍 国员关就很分组 上到3.5倍 尼尾下点飞 下来3.1倍 电讯火箭开飞6.6倍 国员关6.4倍 尼尾上了绿灯 落队4.7倍 牛精大哥开飞6.8倍 开飞时回了很多 回到上9.3倍 第二场是四班1200米 今晚就没有拆组 好了 一起步的时候 杨明亮亮的夹夹慢了 出得最快是牛精大哥 色多福 红衫的天天智库 然后内档那边是魅力汉子 外档有冰雪聪明 中间浅蓝山大门的晋爵士 看看守卫是什么位 然后有木火同名波在外叠 在内側是阳光武士 贴着栏电讯火箭 天意是尾三 杨明亮亮上来尾二 暂时包紧金康 上大石斜波的时候 天天智库单骑带出来 带过几万位出来 色多福跟着他 外档这个时候 木火同名想盖上去 又过了冰雪聪明 内档那边 牛精大哥出门 快了带不到头 但是尽着时 外档慢慢走上去 然后还有阳光武士 然后魅力汉子 真的不对劳 长期都一样的反应 然后还有天意 外档金康 内档困到实 电讯火箭 红衫黄帽 包紧密暂时 还是阳明亮亮的 进来之后直路 前面还有天天智库 带着头 适多福上来挑战他 牛精大哥这里又不多 够位又要转线 这里就转了线出来 中间上来大门的晋酌士 留意晋酌士的后边 跟着的路上 杨明亮亮这里 够了个位置 最后一百米的时候 前面释多福还有多小口势 晋酌士追到上来 杨明亮亮 撲到一起冲上来 最后第一名 结果分不到胜负 一、二名是平投的 晋酌士、杨明亮亮 平投第一 第三名是释多福 第四名 在内档上来的电讯火箭 晋酌士交回应有水准 应该赢 不过真的有些惊喜 就是杨明亮亮 发挥得一绝 其实起步是慢了 他中了招 起步被人夹了 全程是诸不利形勢 入到直路前面一大排马 都不知道怎么找位 这马真是赢出彩虹 他真是好 因为你跟到晋酌士的路上 你都要过到他 或者追到上去才行 这次真的行 大家知道 一马经常都是跑第二 以往跑二十八场的一面 你还要直路好像重重围困 所以何宅瑶真是第一场 赢完赢了 赢了一个守风 其实在出门这样 落后了主要的对手 几个马位 已经很被动了 幸好 真的很冷静地 慢慢移出去找位 选择他做胆 只是想着他脚 这种是胆 这种是 在这种形势之下 你只能进到直路 这些位置 哪里有位 那里有位 那里有位 还没有 好了 阳光无事就斜出一点点 确定够了 哎呀你阳光无事就没有 这样拿这个位 真是美得震 这个位 所以你都看到 其实他真的都很不方不忙 是不是 不是说没有位 确定站出去 知道旁边是够不够之间 要等别人退了多些 才够位出去 今天的何宅瑶 真的绝对不会输 给你任何外席大师傅 他最重要的是他没有放弃 那些位置很多 其实我都怀疑 是不是真的会这么有决心 我们已经去到那些位置 结果是平头的 相片拍了很久 分断时间 头段23秒6 第段22秒73 末段23秒53 总时间1分09秒86 放甲拍马房 这次进着射 这次真的用了配备 就帮助了一只马 联马师有什么感想 昨天他帮助了他 他把他的嘴巴回到嘴巴 他完全不太舒服 但是 谢谢神经病 我们改了工具 我感到愿意 因为我认为 法治是正在路上 所以我非常愿意 我感到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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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也有很多马 都是转了配备 赢了头像 也是 上一次也很失望 一只尽着十八粒 都没有 绑了利 至少也加上平头冠军 有时的配备 真的能绑得到一马 一只只电信火箭 今天换配备 他又不幸 在内栏 其实这些马 应该坐位望赢 又不够 没办法 没办法 因为缩回来 跑短途 也不是那么容易 立即适应到的捕捉 也算是交到水准 其实内栏 一阵马 都挺逼不劫劫 你说现在拍了平头 但是看到去冲线的时候 进着时 其实势有点弱 他有点弱 他有点弱 那里也有影响到其他马 其他的马 有些是走出去外当 木火同名的 走外当 差很远 牛精 牛精大哥也算是有点左 不过就不算很厉害 他可能的状态还是差一点 不过这次起步爽了 这次是 杨明伦这一场 就没有入围 这一场是天意 其实是啡灯 真是奇怪 天意 为何会下到啡灯 林美 因为素宝来 一来很少 九月十月 这么快赢马 二来这些菊组 又不是很适合 菊组尖仪 都是敏一点 这些啡灯迷很难解 他有追回一些 追回到第五 其实他之前跑的路程 已经入了Q 但已经是很久的事 好了 所以这些迷解不了 我们就休息回来看第三场